中国传统绘画又称国画 很多人现在都在痴迷国外的厚图 却不曾留意中国画的传统魅力 Hello 大家好 我是插画师孟芝 这几天我在看《雾山五行》这部动漫 非常有趣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现在天气这么热 大家在家是如何躲避酷暑的呢 这么热的天儿 今天就来画点不一样的水墨风 这次勾线部分笔刷 我们用到的是《夜盐画笔》和《水星》这两个笔刷 这些可都是ProCrate自带的基础笔刷 那《孕染》我们用到的是斑点和软化笔 这个笔刷进行涂抹 中国画分为写意与公笔 写意就是中国的抽象画 这种画法更看重意境又一笔概括很多东西 推水眼墨之间带来的朦胧美感也是国画最大的魅力 石青 藤黄 朱砂 蜀蜂 颜色的名字都透露着浓浓的果论 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个ProCrate技巧 当你在画笔的状态下 长按橡皮就会让你的橡皮变成现在这个画笔同样的笔刷 比如说你现在的笔刷是6B铅笔 那长按橡皮 你的橡皮也会变成6B铅笔这个笔刷 涂抹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OK 那么到这里呢 这张中国风的水墨画也就基本完成了 你挨了吗 如果你和我一样喜欢绘画的话呢 请一定关注木质 也欢迎一键三连多多转发支持我 我是插画师木质 晚安 好开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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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的了